來到8月12日,星期五 這天也有提及過試折幻球 今天就升了一乘一 另一隻就是長飛光纖 其實也是值得長渣的股票 它還未破頂 但你見到其實它的高位 最高的位置也是15.88 今天就已經來到15.34 而你見到有些油股今天也升了 我之前說的另一隻是283 今天也升了5% 我們待會說一下油股 除了這兩隻油股 還有哪些比較小的 值得留意呢 如果大家還記得 因為我們在講卓航的時候 講過幾隻 待會也會重溫其中一隻 都值得留意的 昨天說這隻中國北大坊 今天其實是破頂的 因為它曾經去到0.152 它那個高位也是0.147 我覺得這隻真的可以有機會 繼續炒上去 因為其實呢 就算說今天創新高也好 其實它還是在下面那裡 剛剛上來的 如果你拉長一點來看的話 如果糧食可能貴了 還有就是注重農業的話 我覺得這些都值得去炒一下 當然你說基本面是不是強呢 當然就不是啦 但是 因為它都跟這些 叫做農業有關 所以它都會 用往績來說都會炒得比較厲害 那它現在都只有那幾億 即是8億市值 那歡迎大家回來配星企劃這個頻道 那如果大家都喜歡投資一些配星股的話 希望盡快達到財務自由的話 那都記得 subscribe 給個like 還有就是 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任何影片的通知了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戴上的頭盔就是 這個影片就不構成任何的投資建議 投資者是需要加以評估 並且是承擔所有風險 那如果大家第一次來的話 歡迎大家可以scan回這個QR Code 進回我們的Telegram 亦都可以去回下面Follow Me那裏 有三條link 可以去回Facebook IG 以及就是 Telegram 那如果你都希望這個頻道繼續發展的話 歡迎大家支持這個頻道 那就可以去回我們的Patreon 那就有即是Q&A 還有就是 益視聖的捐款就是Buy Me的Coffee 那Buy Me的Coffee 和Patreon 都可以在下面的link tree 那條link裡面 進去之後就會找到 那大家可以去回那個timestamp 去回不同的部分 去看看究竟大市 現在的股票回顧 還是 焦點的股份都可以的 那 那 今天先說回大市 那今天的大市 其實就 不是升了太多 升了93點 那 相比於 美股來說 真的差了一些 美股 就算 現在 開市途中 暫時 都還在升 而且 有那種氣勢 升得 比較厲害 那 而香港呢 就是 自從 七月開頭之後 就好像 死氣沉沉 那 包括現在 納斯達克 都升了 一百幾點 導致 都升了二百幾點 現在 但是 恆生科技之數 當然 是 叫做 它是強過 恆子 但是 就是 你看到 升的百分比比較多些 也都比較貼回 二十天線 但是 始終 你說 因為 你看到 納斯達克 不是升零點幾百分比 就是升1點幾 至2 2 所以 你看到 有些 就是 VDALIA 都是去回美股 買回Costco 那些 就 訂了 拼多多的 那些 所以 現在 都是好看 騰訊那些大股 什麼時候 可以 跌完 因為你看到 騰訊這些 就是 一天 就是 一天 已經算好一點了 就是升了上十天線 樓上 就是日線套 但是 如果你用周線圖 其實它還是 依然 拋離得很遠 所以 我覺得 始終 它一天 不上回去 就是 叫做 322 我覺得 它還是 可能 要出現 一個激烈的 跌浪 才會再完結 否則 繼續這樣 都不是 辦法 因為暫時 香港好像做不到 美國那種 雖然 我不肯定 現在 是反彈 美國那邊是反彈 還是真聲 但是它反彈起來 現在的氣勢比較厲害 香港這裡 始終 它和阿里巴巴 就死氣沉沉 到現在 很吃力 都是去到92元 即是阿里巴巴 你看到這裏92元 我說過 最近都是美團 那一刻 我都 以為它會穿 誰知道 第二天就馬上回來 所以你現在看到 今個星期已經完結了 它都可以在 一百七十五元 所以我覺得 美團 是真的 即是叫做 你如果 到市好的時候 它應該是 跑得最快的 即是它現在呢 感覺就是 它不是因為 市差 其實它 應該是已經 升得 很誇張的 只不過 現在好像 按住了一樣的 因為你現在看到 它都始終比三月 高感折的 那時候 是幾多的呢 即是你看到 120元 以下 所以 現在都 升了不少 即是 去到 103 即是 這個位 來到這裡 都升了 七成 七八成 所以 它是 比較厲害的 阿里巴巴最低 好像都是 70幾 現在都是 80幾 所以 距離低位 真的 不是太多 那 別說 騰訊 騰訊 只是破了底 因為 那天 那個低位在這裡 現在跌穿了 所以 美團 的確是 最厲害的 那一隻 所以 大家要買 就買美團 三隻當中 最好 都是美團 那 我們重溫 一些 細價股 那 我之前說的 多牛科技 其實都 值得留意 那 那 它可能 都有點像 即是說 行業不像 但是呢 就有點像 匯聚科技 1729 其實它就 剛剛破了頂 那 破了頂 又可能有一層 升上去 那 那另一隻呢 就是 最近都有人問的 其實這些我講過很多次 因為 你介紹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跟著買 去到這一刻 就變了 問這些 買不買 就很陰 就是 不知道 是究竟陰我還是陰你 就是因為 如果 我搭了 說 現在不管了 狗衝進去 那 它是真的 一層 是升得太快 就是 你想想這條 這條 現在是一條 超厲害的 楊竹 但是 你看看 這兩個星期 是這樣升上去 如果你不是 之前 那時候說的 去買 這段時候 也有升 但是很慢 這段 這樣 快放上去 它 突然回調一半 下回來 兩個二 都 不是太過 離譜 但是 如果你現在 買下去 你虧了 一整個月 當然是離譜 所以 就變了 如果你買的 就 真的要自己決定 你自己買下去 是短炒 走人 那就 算了 但是 大家 忘記了 那些人 不升 就不覺得它存在 所以 其實 你在Patreon 其實 可以留意一下 watchlist 有時候有些東西 卸了下來 或者 叫做 回了下去 可能又不是 問走勢 是不是差 我覺得可以留意 你看到 好像 施節環球 其實 它已經卸了幾個月 現在又再上回來了 其實這兩棍 330 可能我沒有這麼說 你看回 330 除了今天 是升了一成 其實它這兩天 都是這麼厲害的 大家見到 它也是 這兩天才這樣升 其實 我昨天說完之後 還有大把時間 給你 給你買 就算今天 都升了一成多 所以 可以留意一下 有些 放棄了一會 那些 就好些了 你如果去到 錶到 天天不停錶上去的話 再問入不入 其實就 很大風險 你買下去 都很大機會 就是 摸頂的 那 因為 騎士達 就是 升到現在 其實 都是 只有20億 所以 它究竟會不會再 升太多 真的很難估計 大學市盈率 就已經去到 60倍 所以大家自己留意 其實 值得留意的 就是 虎視傳媒 如果大家 記得 其實是虎視傳媒 和 騎士達 6918 同一時間 講的 當時 6918 即這個 1163 這隻虎視傳媒 其實都有一段時間 是 好像現在的 6918 但是 它算是 現在 是 放慢了 今天 一跌下來 就立刻 彈上去 看看它 會不會真是 這是個底 所以 你去炒的時候 可以留回過狗的時候 就止蝕了 因為 實際上 你見到 它 都是拋離這個 十天線都很高 但是 你見到 例如 無論是 高位電子 還是 騎士達 它都可以拋離這個 這條線 遠都可以 所以 最重要是 設定 過狗 就止蝕了 另外 另一隻 暫時 不多 動的 就是 太和小態 雖然它是創新高 但是 你見到它 不是一種很激烈的 上升 速度 你見到它現在 都是下下升 只有1-2% 左右 今天 只有1% 都沒有 但是 你見到它 成交金額也不少 所以 你可以 叫做 坐下去 一會 因為 風險似乎 都不太高 因為 它 都不算 很瘋 現在 仍然是4.5億 另一隻 就是 今天 因為李寧出了業績 非凡中國 都出了業績 今天 都升了4.5% 李寧的走勢 其實 比 非凡中國 但是 當然 名氣 就 李寧 厲害很多 所以大家 當然 是 炒它多些 其實 你看看 業績 應該是 這邊 升了2.8倍 就是3月 看看 它最新的業績 是多少 暫時 如果 在這一刻 看 這邊 始終 都是 非凡中國 是便宜一點 當然 你說不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八字頭 但是 始終 如果它是李寧持有的話 我猜 都不會出現一些古怪的東西 要古怪 在這裏 也想說回一隻 就是 樂視國際 如果大家記得 幾個月前 大家一起斬倉 包括 那隻 卓航 165 1529 以及 另一隻 好像三字頭 不過我突然升不起 以及 那隻叫做 希美之源 但是 你現在看到 它突然升下升下之後 就 竟然變了 走勢好了 就是 你記得 之前我們說這隻的時候 是叫大家說 反彈的 就不是 就不是 長線做好的 但是 你現在看到 它今天 就是 去到這裏 都仍是 看到二十天線 之後 就沒有力量下 但是 現在 又再來多次 上去 二十天線 所以我覺得 大家可以留意 它上二十天線 我不是說 周線圖上二十天線 它是 它連 這個月線圖 都上了二十天線 所以 你說 要止蝕的 就是0.23 那時候止蝕 現在 難得上到來 就真的 可能 就 真的會 全面做好的 我記得 那時候 為什麼這樣看呢 突然間 我記得 六、七月 那時候 真的配過股 但是 我忘記了它 就 配了給 一些 厲害的 那 當時 又配了 兩成的 股票 但是 這裡好像 沒有特別提到 到底配了給 誰 所以 但是 很明顯 走勢 現在是 厲害的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不要掛念 那隻 卓行 可以留意 以前這隻 叫做 建升物流 今天 想 重溫 兩個行業的 公司 或者 股票 今天 看到油價升 其實都要記得 有幾隻 就是 陽光 油沙 這隻 其實 又是 施折環球 其實是同一時間 升的 同施折環球 當然 行業就不一樣了 現在 你看到 他已經接近 橫行 去回 十天線 應該有機會 又再上一次 變成 如果跌穿五元 你就 繼續持有 否則 跌穿五元 就自己虧了 另一隻 就照說 但是 不太建議別人 去買 如果你接受不到 他的波幅的話 因為 你看到 他是 一隻大洋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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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這樣看著 如果你很怕 這波幅的話 就會變成瘋狂 所以 大家 就小心點 因為 你現在看到 他 似乎 跌不穿 有機會 下個星期 就會 扭上去 這個 當然是 你自己假設 所以 這個時候 很多人很喜歡 升了兩棍 之後 問買不買 這些很危險 這些情況 就像 騎士達 那樣 升到 人人都知道 他能夠 連續幾天升上去 就是在 升幅上 告訴大家 我在這裡 當他見到你在這裡 你又 又跌過去 他就馬上 在第二個 跌幅上出現 所以現在跌到 差不多 我想提一提大家 一隻 似乎 已經 調整完畢 所以 可以 現在買 可以試一下 大家 又可能 反過來 覺得 這些好像 不見到 升幅板 好像有點危險 其實 這些情況 會安全 比較多 MI能源 也是 那一棍上來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人問 但是 跌了 一天 大家已經 忘記了 什麼是MI能源 當然 最好 如果下來 0.09 最好 最起碼 0.1 就 好 好 你現在下來 就可以 上去 的 幅度 好一點 而同一時間 說 另一隻 就是 勝利管道 看看 會不會 去到 0.121 已經 止步 然後 就會上去 因為 他好像這裡 出了一支 楊竹 看看 會不會 跟著 爆上去 其實 拉遠的時候 你就知道 真的 跌了很多 去到現在 其實 勝利管道 十年前 都很多人說 現在應該 算是少了 那時候 又說到 總之 MI能源 和 勝利管道 都是同一時代的產物 都是當年 很厲害的 現在 又是忘記了 那你見到 現在 其實已經回到 Zoom 回近 就下來了 差不多 所以 看看 會不會 跌落地下 之後 再彈上去 另一個版塊 今天比較厲害 其實 就是電力股 華電 國際 其實今天是OK的 還有另一隻 就是 華能 角電 902 以及 991 福濤都OK 但是 小心點 不要 突然想著 華潤電滴會不會 大隻 是好一點 大家小心點 這隻就不是 因為 出奇地 跌穿了 20天 線 究竟 什麼原因呢 現在 不知道 到再跌下去 你就會知道 就是 就會出現了 一陣間 古靈精怪的 現在 暫時 又不見到 它 有什麼特別事情發生 一陣子 一陣子 就算 之前 升到 差不多 你才知道 好像 高位電子 突然炒 iPhone 銷售強勁 7元 升上來的時候 你不會知道 其實 恆大 在24元的時候 已經不會動 836 也就是 sir 到某個位置 才告訴你 原來 他已經 爆煲 所以 836 那些 走勢差 就不要買 你看他 在這段時間 是不懂得動 明明 業績 又強勁 派適又高 但他也是 不懂得動 去到 突然sir下去 你也可能未必明白 跌到停牌的時候 你就知道為什麼 所以 836 你看他的走勢 就不要碰 雖然 他也是一個 國企 信心 是不差的 但是 為什麼要博呢 因為這些 其實都是 大堂 都是國企 所以 你 不如買回 走勢 好的 所以 就是 那麼多 暫時 先說到那麼多 我們下個 星期交易日 再見 希望大家都 臨走 like a like 這段影片 還有就是 訂閱個channel 還有最好就是 加上我們的patreon 那我們就 下個 交易日再見 拜拜